欢迎来到新闻频道,当您订阅频道时,演员们会很高兴,美得不可方物,31岁的迪丽热巴,颜值逆天。 说起娱乐区R最美艳动人的90后小花,你会想起谁呢? 肯定会有许多网友首先想到迪丽热巴。 自从凭借你好李慧珍大火以来,迪丽热巴的颜值一直是值得肯定的。 甚至有网友坦言,或许你可以怀疑迪丽热巴的演技,但是你绝对不能质疑他的容貌。 仅这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足以看出,迪丽热巴的颜值在众网友心目中的地位。 但自从步入2023年以来,迪丽热巴似乎并没有能够拿得出手的作品。 但让粉丝们感到欣慰的的是,迪丽热巴经常会出现在各大代言活动的现场。 近日,迪丽热巴在社交平台上,分享了自己在代言现场的照片后,再度引发了网友们的热议。 出席此次活动时,迪丽热巴依然保持了她以往的性感风穿搭。 此时迪丽热巴身穿一条金光闪闪的性感风长裙,搭配一头乌黑亮丽短发。 将她身材上优势完美地展现了出来。 网友们在看到这张照片是不禁惊呼,迪丽热巴简直是颜值逆天。 为了能够充分引起现场人员的关注,迪丽热巴竟当场凹起了造型。 摆造型时的迪丽热巴搞怪中又带着几分优雅,让人看了瞬间好感倍增。 熟悉迪丽热巴的网友都知道,迪丽热巴不仅在出席各种活动时颜值逆天。 她的私服照片让许多网友倍感惊艳。 说到这里我们便不得不提,迪丽热巴前不久在社交平台分享的的生活照。 此时迪丽热巴正在和一众好友们在火锅店用餐。 或许是由于当时火锅店人太多的缘故。 迪丽热巴在经过一番精心的打扮后,才来到了用餐的地方。 在与各位好友们寒暄的几句后,迪丽热巴便搞怪地拍起了自拍。 在晒完自拍之后,迪丽热巴还将自己在用餐时所吃的月饼的照片给爆了出来。 从爆出的照片中我们可以得知,迪丽热巴吃的月饼是5人的。 就食物的色泽来看,迪丽热巴吃的应该非常满足。 除了迪丽热巴的私生活外,网友们最为关注便是她的感情生活。 自从迪丽热巴步入娱乐区而已来,她的绯闻男友可谓是数不胜数。 但是最让网友们感到意外的,便是她和黄景瑜之间的感情纠葛。 网友们,虽然对于黄景瑜和迪丽热巴的恋情持有保守的看法。 但他们对待这段感情的态度,却让许多网友们感到失望。 可感情的事情谁又能说得准呢? 不过就迪丽热巴近期的动态来看,她似乎把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事业上,在感情方面处于一种随缘的状态。 反观黄景瑜却,因为她从火光中走来的的大火而再度翻红。 至于迪丽热巴和黄景瑜最终到底能不能修成正果,恐怕还得看他们的个人选择。 希望迪丽热巴能够在热衷于事业发展的同时,用心经营好自己的感情,早日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。 你觉得现如今已经31岁的迪丽热巴够不够美呢?